提问的是哪些技术需要用到DNA重组 重组DNA 就是让两个不同的DNA插进来 DNA重组了 复制羊不用 为什么 复制羊是把细胞核拿出来塞在卵细胞里面 变成瘦精华放到子宫里面去发育 它没有做DNA的转值 它叫做动物复制技术 克隆技术 它不是基因转值 复制羊不是基因转值 那个技术叫克隆技术 大陆这么说 我们这边叫做复制动物技术 所以它这个技术是没有基因转值的 除非你两个技术同时用 所以现在有这样的技术 透过基因转值跟复制动物 产生了基因转值复制动物 那是两个技术一起使用的 不然光是只有复制羊 只有复制动物的技术 没有基因转值 体细胞细胞核塞进卵细胞 刺激它开始发育成胚胎 我没有做基因转值 我没有做DNA重组 所以这题的B是没有DNA重组 也没有基因转值的技术 这是多选第五题 多选第五题 它说何者需要所使用到 重组DNA技术 好一选项 生产含人类拟血因子的 牛奶的那个羊 那个羊奶的羊怎么做呢 首先你要把人类的拟血因子 插在子体当中 好有这个子体呢 转值到羊的受精卵里面 好这边先停一下 各位那所谓的DNA重组技术在哪里呢 这就是啊 这个DNA是环状的DNA插入了那个人类的基因 这个DNA是经由DNA重组而来的 所以我们在做基改动物的时候 需不需要DNA重组技术呢 要哦 要哦 不要这样说了 光是你的染色体被插入了一段DNA 你看我的人类的这里插一段外来的DNA 这个DNA就被重组过了啊 你的DNA的结构发生改变就叫重组啊 所以你把外来的DNA插到你的DNA上 就是DNA重组技术 所以一选项一定是DNA重组技术的应用啊 所以一是有的 好 第五题一